一颗镶嵌在新疆广袤大地上的明珠 它是每一个新疆人都引以为豪的地方 甚至有人说它就是新疆美景的极致体现 对于参观像这样九富盛名的景点 提前做好攻略是非常重要的 整个喀纳斯景区分为喀纳斯河与喀纳斯湖两个部分 著名的山湾 即卧龙湾 月亮湾和神仙湾都属于喀纳斯河的景观 在它们之间都有区间车不断来回 而如果要欣赏较为完整的喀纳斯湖 就必须要登上位于喀拉开特山上海拔2056米的观鱼台 乘坐区间车抵达观鱼台的山脚下可以隐约看到山顶的小亭子 但想要到达小亭子所要面对的将会是长达1000级台阶的有氧运动 这1000级台阶大约相当于平日里40到50层路的高度 并且每10街都会在台阶上标明数字 整个过程对于上个月才转了3的我而言比较轻松 但如果是中老年人的话我建议还是慢点 登顶关于台后三分之二的喀纳似乎铺展于眼皮底下 连绵不绝的阿尔泰山也能尽收眼底 面对如此壮丽的矿石美景就算人再多又如何呢 OK我是小恩 喜欢点关注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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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rês atif